微信群成员在群里辱骂他人 群主所在公司被判担责 近日 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一起为履行物业管理 而创建的微信群群主对群成员 在微信群里辱骂他人置之不理 对被辱骂者求助 也无动于衷的案件 群主被法院以慢作为 不作为为由判决由其所在物业公司承担相应责任 微信群聊已成为人们生活的日常 如有人在微信群里骂人 群主应该采取措施进行劝阻 如果慢作为 不作为就应该担责 国信办印发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明确了互联网群组建立者 管理者应当履行群组管理责任 即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